为了避免机车进入公园 台中市府在出入口加装了车组障碍物 不过却对轮椅族还有推网挖车的民众非常不友善 之后民众抱怨导致他们出入公园 就像是在玩电流积极棒 也相当考验操作轮椅的技术 轮椅族要离开公园到了出口非常考验技术 摸自行贴至车组超密集得左拐右弯 就像在玩电流积极棒 一不小心就会撞上 这里是台中西区且东公园 为了不让机车组进出 是否在公园的各个出入口设置车组 确实能把机车挡在公园外 但对生障者推娃娃车的民众来说 却让通行变得更加不方便 因为不太好推我都会走那 不敢停下去我叫做特意的 都会卡住是不是 会卡住啊 实际测量无障碍设计 宽度刚好符合在最低限制90公分 体积比较小台的轮椅 勉强能通过 但要是电动轮椅或是更大的辅具 根本寸步难行 将检讨调整车组的数量及位置 车组便入证考量到轮椅组的通行权 建设局决定将调整车组数量和位置 把无障碍空间还给 生障者就有盘姓王东山台中报导 好 好